凤凰军机处由骨子里的中国青花焚酒独家冠名播出 凤凰军机处骨子里的中国青花焚酒 徐老和东旭 咱们上期聊了聊中美 假设中美在南海爆发了大规模的战争 中国空军是如何使用的 但实际上咱们判断 一两年之内中美不会在南海爆发大规模的冲突 但是咱们也可以预见 2017年美舰和美机还会不断的来南沙绕航 从南沙上空飞一下 在这种小摩擦的情况下 中国的空军海巡的航空兵在南沙这个问题应该怎么使用 没有大规模的战争 而是小规模的对抗 比如它飞机来了 它舰艇来了 这样咱们航空兵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我觉得从2011年 我提出关于行动自由这么一个观点以后 我觉得还是受到了决策层的关注 我们现在这种军事行动模式已经完全改变 我们以前就是国土防空的这种战斗值班 首先我是不动的 我不飞 在地面 一级一等值班 二等值班 三等值班 三等值班在家里边 二等值班在机场 三等值班在坐航 那么你飞机如果有来了 那我们的情报线发现你飞机起飞了 然后下令起飞 起飞的过程从下令起飞到飞机能够起来 二等值班最快也就是七分钟 三等值班大概得要二十分钟 因为早期三等值班有个贯导对准 这个很麻烦 时间非常长 美国也是一样 所以给反应的这一方有巨大的压力 需要飞行员非常快 最后快了以后 最后可能还来不及 那么后来我们现在用行动自由这种思维模式 我们先走出去 不管你有没有在我主权海域 在公共海域 我要在这儿溜完 我要跳广场舞 对吧 你要过来拍砖 那我就拍你 对吧 你要不来拍砖 你在边上看看可以 对吧 但是你要在这放烟花对不对 像日本鬼子 像放干扰弹 我就得抗议了 下回你别再乱放了 你放到我飞机上那晚把我飞机弄糊子怎么办 算谁的 对 所以有了行动自由才会更进一步彰显你的存在 试图以我为敌的这一方 他的压力会越来越大 就更强势了 当然了 因为你比如说你天天扎铁石网 我明天找个人把你铁石网一下 后天我把你铁石网装着一打 你出来一看看 谁把我铁石网弄了 找不到人 对吧 我不扎铁石网 我一帮弄了20个保镖 在周边天天巡逻 你敢来吗 你不行了 对不对 不给你机会 行动自由 一定是让对方产生压力的 那么这样的模式 对我空军来讲太有用了 因为我们以前坐舱里的技术不太长的 我空中飞一飞 我每天仅寻三个小时 回来以后 第一个 我对海岸以外的海域熟了 我对海上领航熟了 我对海上的气象熟了 我对远离岸基的指挥 空中指挥协动作战熟了 你看 还有一个好处 咱们现在这么飞一飞 能够有免费的高度仿针的蓝军 比如F15 没错 像这样的敌方或者说相关国家 然后起来以后 他要进行反制 这是必然的 那么反制以后 按照国企有法规定的范围之内 双方互相的近距离的接触 这都是可以的 双方近距离的接触是怎么能够接触 您可以问 接触 就是说 他为什么会打击 如果他认为 你比如说去年还是前年 俄罗斯进入了瑞典的海域了 那么瑞典的飞机起来了 然后抗议 对吧 那么都已经晚了 所以现在我们就是说所谓识别区这种模式 包括你靠近我海岸线的这个模式 那么怎么样 我觉得你对我有威胁 我迅速起来 起来以后 我跟着你伴随 跟你飞行 那么这样的东西 我觉得伴随飞行也不是绑架 毕竟没有肉体接触 现在所以说 大家按照潜规则 那就大家互相监控 对吧 至于监控 你别忘了监控也需要成本 对吧 你天天来监控 你要是飞机数量不够 你的那个 而且关键飞机很老了 对 所以这样 我觉得我们用一种新的玩法 会让你玩的比较累 你别弄的 我们玩的很累 你知道吗 所谓行动自由 其实成本会增加 但是我们轻松了 让你玩的比较累了 对方会更累 当然会更累 那么你累了 我就舒服了 对吧 我们人民就舒服了 对不对 徐老师 您刚才也提到了日本飞机打干扰弹的情况 因为您是作为尖辑级战斗级的飞行员 那么这种事件一般是怎么样发生的 或者说当时您自己决策还是需要请示上进 是这样的 对干扰弹的解读 我觉得我是比较害怕非专业人员解读的 你知道为什么 因为它发干扰弹 所以它被锁定 所以我们战术优势 所以我们锁定它了 我们攻击它 我觉得这样的东西都是它联想成分太多了 干扰弹是多种成分 第一个我就是放一把干扰弹 我嗨一把 对吧 这是很多 你都表演什么都 不一定还被锁定 对 我觉得最锁定的这种解读没有必要 如果说我方飞员回来宣布 我锁定了 这个是可以的 他发布消息 我觉得是可以的 在我们方议员 因为各种议员没有发布消息 因为这些所谓的专家给出了一种所谓我解读 也就是我们已经战略优势了 所以集体狂欢 我觉得大可不逼 这样的情况 我觉得是一种表现形式 我可以以非战争模式发出任何信号 非安全方向 我打一个夜光弹 哪有我打得玩 夜光弹就是鸡炮 对 我就打 所以说像这样东西 不要做更多的所谓谁占便宜的这种解读 为什么 我就是说 作为我们警巡也好 包括我们常态化的战略巡逻也好 不是针对谁 我们圣经河讲得很清楚 不是针对谁 我们也不是去占便宜的 你占什么便宜 我们只是告诉你 公海我来了 我中国空军今天的行动自由的模式就是这样的 那么未来 你比如美国以前是沿着看大压半岛反包罗线 后来是俄罗斯人沿着日本国正包罗线 那么我们现在又沿着台湾 我去台湾地区来个暴罗线 然后又沿着我们九段线做一个外围的暴罗线 这都是能力的一种体现 你如果200公里的航程你去暴罗线 你暴罗谁 你暴罗一个海南岛你都暴罗不了 空中的家得好几次游 对 所以说行动模式变了 游戏规则变了 对 意乎意味着双方有什么博弈性 都不是为了占便宜 这是我们的一种新的自由的表达方式 我还想表达什么 就是我们以前是被制定规则 被制定规则就是别人来骚扰你 比如说当年60年代到72年期间 没讲诽谤 我这个词一点没错 因为你老来骚扰我和平的生活 对不对 我们和平生活 你一会来个侦察机 有时候还给我傻船单 有时候还给人炸弹 对不对 那么你就诽谤 没讲诽谤 然后我们因为规则是拟定的 你来骚扰我们 然后我们就反骚扰 地空导弹 一百次进来 我们能抓住一次都不错了 我们还狂欢一下 庆祝一下 打下你一架 比如说我们打下5架U2 我们还要庆祝一下 但是这毕竟是在你的规则之下 我们的一种被动的反应 现在是我来自定规则 我要出来了 你怎么办 那么你要有对我的出来玩 你要有应对的方法 那么我也要对你的应对 采取进一步的措施 总之 想当年你们是反包罗我们 现在我们要包罗你了 对吧 这个东西是此一时彼一时 原则是什么呢 不要触及对方利益 不要进入主权海域 经济专层区也不能常态化的巡用 经济专层区也是可以进去的 咱们不能进去 但是毕竟是不能常态化 毕竟它有一定的主权意味等等 但是我觉得我们现在要自定规则了 有没有可能双方的战斗机飞行员飞着飞着脑袋一热 雪王上涌 双方就擦枪走火了 您认为有这种可能 这种是这样 我们以前的飞行员没有国际法意识 真的 我跟你说实在的 因为没有这种国际接触的机会 所以他对国际法平时也没学 平时我就练兵了 对不对 那么现在我们在公海上空航行 你会接触到民航 因为有民航航线 你会接触到相关的底下 可能会有一些商船等等 它都会有一些通讯的这种东西 那么这些通讯也好 包括互相的这种关照也好 现有是有国际法律的 所以我们的飞行员在这种公共海域的飞行 他要懂法 所以他也懂法 我们也懂法 那么大家都在法律限定范围之内 都要知道有一个底线 不要触及底线 那么这个底线有的时候为了彰显我们牛 那么有的时候 你比如说当年美国人就这么干 他打擦边球 打擦边球 甚至于打过边球 对不对 那么这个东西你就要有反应能力 第二个 我们也要有打擦边球的这个能力了 你也得打擦边球了 你可不能四平八稳的 什么擦边球 擦边球就是在法律的边界范围这个地方模糊去 对吧 打点夜光暗 等等 就像我这样的这种 就像我们踢足球有些人的假摔 合理冲撞 都是灰色地带 但是你看没有 这个灰色地带你要用的好 有力有力的用 你也不能老假摔 老假摔也不行 现在判假摔来了 对不对 但是当然了 主要还是你的基本功硬的前提下 要敢于去打擦边球 否则的话 你老是像一个国家老太太小媳妇一样 整天哭上的脸也不行 徐老师 我还有一个想问的 咱们都知道中美2001年有过重击 那个时间就是美军的1比3绕着咱们海线侦察 反包罗 对 当时咱们是王伟是驱逐的 对 现在 比如因为美军现在可能还会对咱们有底进的侦察 咱们的战斗机有办法驱递它吗 战术是什么 战术是什么 比如说你要是靠近它 它要不驶离航线怎么办 一个是语言警告 就是说你威胁到我们的主权了 对不对 或者说你已经突破了 突破 那就要雷达警告或者火控系统给警告了 至于说比如你有了威胁我们的这种情况 我也要给你警告 这是一种语言警告 第二个就是说我用行动警告 就是说警逼 然后摇曳 如果他要不理呢 不理就是我从前面穿越 前方穿越 这是用我的气流来干扰你 前方穿越我均一举的给你穿越 再就是我发射武器进行警告等等 总之就是说根据你对我威胁的级别不同 我要用相关的反制的措施对你进行警告 那么如果说你一旦进入我方地区就要迫降了 那就绝对不允许 迫降 你要不跟着迫降 迫降是怎么 迫降的话 那就是你已经侵犯我主权了 那就是迫降了 迫降的目的是因为我并不想摧毁你 因为摧毁的话就形成战争状态了 比如你要作为咱们解放军的战斗机的飞行员 你有什么手段来迫降 就警告你要不跟着我走 我就要跟你激怒 我激怒 语言直接通讯 直接通讯就是警告 对 这就是胁迫 好像最近这几年美机的底进增长好像比以前应该是少了很多 我觉得亚太的整个军事的平衡的状态的改变 导致了行为模式的改变 改变是双方的 因为美方会感觉到我们的力量 当然它也会发声 比如说利用日本 利用其他一些国家发出一些声音 或者说利用让日本的飞机过来拦截等等 背后实际上还是美国人在这操控 因为整个日本的军事化是美国控制的 对不对 那么我觉得这些东西和平和军事的摩擦是一回事 不能说我和平了就没有任何军事摩擦 军事摩擦是一个常态化的存在 摩擦无处不在 对 插出火花 事后还有法律战 对不对 还有舆论战 国际上可能会要找中央法庭等等 总之你得把自己做抢 否则你连谈判的机会都没有 徐老刚才说的特别好 美国应该已经感受到咱们的力量了 对 跟前一段 咱们有个中文村的小学学生霸凌事件似的 小孩被同学欺负了 对 我看了很多专家说这个事 我觉得说的最靠谱的是公安大学的李梅锦 是个女的教授 对 他说你这小孩怎么能防止学校被欺负 男生一定得有点肌肉 第一 你一定要有点肌肉 你有了肌肉 你都不一定要反击 你有肌肉的话 他可能欺负你的成本就高了 震慑 第二个得有那么两三个哥们 就是说你关键时候有人帮你 这两个都是让别人欺负你的代价就大了 那么其实也是一种哲学 我知道徐老虽然您是军人出身 但是您在哲学方面思考了很多 我每期做节目我都列个单子 但是这期我都无从准备 我哲学包裸万象 我没法准备 但是您跟我们讲讲您的战略哲学大概是研究什么 战略哲学最终实际上是研究博弈 因为没有博弈就没有战略 那么博弈的基本规则 博弈的双方的相互的要素 那么博弈的大致走向 最后博弈会有一个最终结果 那么我们讲战略哲学一定是针对主体方 就是说一个没有主权的国家没有战略 你比如说像现在伊拉克像这样的 就是他到战争的后期 卡扎沙达姆被干掉 对他这个国家就没有战略了 因为他已经被宰割了 所以我觉得战略的首先就是主体 我们现在在反思比如辛亥革命 前段时间我们辛亥 不是辛亥去诞成150周年 我们习组一些讲话了 比如说辛亥革命 我们如果从国内的政治制度来讲 它是一场制度变革 但是它更重要一点 从国际战略来讲 它实际上是个主权的崩塌 辛亥革命直接导致了新政府的主权崩塌 而且它替代政府的置换的速度比较慢 北洋政府的主权的这种状态 一直处于混乱和无序的状态 所以我从某种意义上讲 实际上一个主权的崩塌 实际上是我们在1910年以后不断的遭受像日本包括其他的对我们那种欺凌的一个必然结果 我们可以看一下 49年以后主权恢复了以后 什么结果 您这细思恐极 您这个意思是说辛亥革命世界有一个副作 不是这个意思 就是说对一场运动 你用价值观层面的判断和我们战略层面的判断是两回事 我是肯定是辛亥革命是没有问题的 你是俯视 辛亥革命本身政治上是没有任何可否定的价值 这个东西历史是结论的 我们只是从站立角度来讲 告诉你主权崩塌以后的一个结果 所以我们现在在网上看到的大量的对于比如说自由化的一些倾向 我觉得背后就是美国 它要让你的这种主权的存在形式遭受质疑 比如说现在我们有西方人高举所谓的专制这种大棒 他想说谁专制就是谁专制 我就说现在今日是中国民生的这种基本权利的保障 到了如此的现代化的一种程度 我们每一个公民的言论 我们的自由 我们的幸福指数都是由国家来保障你的 对不对 就像你刚才讲的零霸事件 这个事要如果在文革期间 那时候我们国力不行的时候 那几乎舆论都不会有任何的泛滥 天天都会发生 现在每一个公民的存在都受到保护的情况下 所以如果没有主权 没有国家政权 没有国家的军队 这种是不可能存在的 所以有大量的人用各种案例来诋毁我们的法律制度 诋毁我们的政权 包括什么什么 你们的法律专制 比如说涅书斌这个案例 我说涅书斌本身就是这个案例 它和主权和我们的法制制度没有任何关系 我们的法律没问题 千万不要因为涅书斌对整个国家的法律制度产生质疑 因为国家的主权 我刚讲主体 它就是政权 法律 军队和文化 这几个要素组成的 没有这个东西 你公民的自由和人生的保障 幸福指数的保障是不存在的 所以我说战略 首先是针对有主体的国家才有战略 所以我们想说中国的主体这个价值永远不能崩塌 崩塌了以后什么结果 1911年到1949年的 这38年就是一个案例 告诉你是什么结果 伊拉克萨拉姆倒台以后是什么结果 叙利亚现在政权风雨飘飘什么结果 对不对 利比亚卡扎菲被干掉什么结果 所以说主权崩塌 那么其实包括前苏联主权一世崩塌 后来的整个政权的这种形态和前苏联这种强力的形态 完全不一样 这导致了整个独联体国家包括乌克兰等等的 包括个洛基亚这些案例的发生 你要是倒退50年这是都不可能的事情 就是你主体虽然没有崩塌 但是主体摇曳依然是很悲惨的 所以我觉得战略哲学这第一个问题就是主体的强化 这是第一条 那么第二条就是说我觉得我们在研究战略的一定是要有思维 那么思维我讲了有七种思维 很简单 情感思维 利益思维 科学思维 价值思维 艺术思维 战略思维 哲学思维 这七大思维里面 我认为从国家战略的角度来讲 我们要更多的从科学战略和哲学的角度来去顶层思维 科学是讲你的细节 就是我讲的后面要讲多重变量的分析方法 第二个战略 它要剥离价值观 因为你要是参与价值观以后你就会对这个事件产生了误读 在国际战略层面 我们讲中国在历史上某一个时期的主体崩塌导致外来势力的介入 这和我们一场革命的运动是否价值观是正确 是两个概念 所以这叫什么战略判断 第三个哲学判断 哲学判断就是说它的根本点在什么 它的核心要素 它的核心理论是什么东西 这就是哲学 就说国家顶层思维 还不用从价值方面考虑吗 比如说我们现在在解读南京党屠杀 从感情的角度来讲 30万人 我们的国民被屠杀了 感情上绝对接受不了 我一万年我要记住这事 但是这件事是为什么发生的 对于一个主权能力 主体能力不强的国家 你被屠杀实际上是一个大概率事件 所以这个东西和日本人的凶产不是直接化得很好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美国的越南的屠杀 对不对 美国的朝鲜的屠杀 那么包括前苏联占领德国东部以后对德国那些法西斯的屠杀等等 这些屠杀的背后你如果用价值观去评判的话 说不清楚 你用感情上评判也说不清楚 你用战略层面评判一目了然 主体崩塌以后一旦一定是被屠杀被征服 所以战略我们就是说避免被屠杀的这种窘态窘境怎么办 所以我们要想反思南京大屠杀 南京大屠杀刚刚过去的没几天 13号是开始的 今天日 对 今天日 我们一定要确立我们的主体 在一个主体强化的这么一个国家里面 你被侵略是会有人来反抗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就从战略哲学的角度来讲 把这个事一下就说清楚了 否则我们就问老太太怎么被强奸 这个细节都说不清楚了 反正我个人的理解就是跳出对错的问题 直接去寻找问题和解决问题 这个真是 那么其实还有就是说我们战略如果紧紧的用我更高的眼光去看的话 我给你最后你还是找不得去 为什么战略未来是要为我们国家做指导性的行动方略的 那么所以说你要对一个案例精英解读的时候 你别忘了还是要用技术 所以要科学 那么我们在解读一个案例的时候一定是要用变量去解读 每一个变量在中间都起作用 你比如说 用变量来解读 对 你比如说在满清垮台以后 北洋政府 那么以袁世凯为首的这些青的遗老 他们有行政权利 有军队权利 再就是革命党 那些从日本从美国回来的那些革命党 再就是共产党这一批 我们代表老虎大众 还有一些军阀 他是既得利益者 再有就是你看被推翻的清廷 这些人他们到了满洲去到天津 和日本都有勾兑 包括什么满源曾四郎什么的 都到天津去斡旋做小溥仪的工作等等 就像这一项东西 它的变量是非常弱的 就导致我们最后被日本侵略这么一个拮据 美国人不管 后来美国人又管了 俄罗斯 苏联人也不管 后来苏联人也管了 那么后来刚开始我们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没有合伙 后来又一块打日本了 这东西 变成太多了 它是多重变量的一个诱导结果 不是说你比如说张学良把蒋介石抓起来 国共合作 他不是的 张学良是一个药影子 就这一位药快熟了 张学良这个东西一抓药影子出来了 后来国共合作 它是一个多重变量的一个结局 那么最后到了四五年的8月15号 日本人在咱们的治疆被迫投降了 这个结局是所有的变量作用的结果 用数学公式可以用函数里面XYZ带进去 但是如果你用这种计算以人力能够完成吗 是可以完成的 因为如果你用大数据去写出这么一个函数 它永远不可能 因为人的函数和物理量的函数 物理量是永远不会变的 一个水分子的重量不会变 但是一个人 你说蒋介石的能量 昨天晚上他有能量 今天晚上没能量了 他的决策能力都会变的 那么怎么办 一定是要有核心变量 所以我说基于变量的大驱使叛弹工具 首先我要剖解每一个变量 然后找到核心变量 那么你比如说 你比如抗战争的胜利 有学生说 因为苏联红军来了 因为美国人把我们打了 那是美人战争的胜利 我就是中国本土的东亚的这种抗战争的胜利 实际上就是说 我们的主体毕竟还是没有崩塌 尽管风雨飘摇 最后还是挺住的 撤到重庆去了 如果说 我跟你讲 比如说无论是哪一个政权 比如说国民党垮台了 等等 国民党那时候也没掌权 那么这个抗战争 我觉得失败的概率是百分之百 失败的概率是百分之百 所以抗战争是成功的 我来您一句 您这个变量说法 比如说美国对日打赢了 苏联对德对日也打赢了 中国垮台了 日本怎么会在华 日本在东亚战场上 如果节节胜利的话 美国根本就不可能打赢太平洋战争 他这个变量又变了 太平洋战争的胜利是以日本在中国本土大量消耗为基础的 因为日本的工业能力 包括日本当年在满洲这个地方 有三四千的飞行员在那里训练 那么他在日本本土根本不够训练的 因为美国人要骚扰他 他不够训练 他在把中国东北作为大火方训练作业部队 那么这个形成了与美国在太平洋战场上空中博弈的一个基本力量 那么在中国战场上大量消耗日本力量的时候 日本的再生能力降低了 他在马里亚的群岛的节节战败 我跟你讲和中国战区是完全相关的 所以变量之间是互相影响的 所以这就是战略哲学的一个奥妙所在 他和一般的物理公司 物理公司只解释一个水分子的问题 水分子怎么样从水分子变成气体 然后凝结成水 然后又变成水 它只是关于水分子的函数 我们现在的变量比如说日俄战区 美日太平洋战区 中国大陆战区 这三大战区以及和欧洲战区是互为影响 我现在我听完之后 我有一个强烈的感觉 我就觉得这个推背图应该是徐老写了 徐老这样 您用变量跟我们分析 有人说2018年中美或者中日可能会有一战 您就用变量能够分析出来 这个变量是我那天写了一个 就是说打破均衡 那么历史上的均衡非常脆弱 那么近代人们对均衡的概念更加强的原因就是因为近代化 它实际上是国家主体的一个强化 我讲如果人类历史再倒退200年 国家概念是不明确的 那么到近代时候国家概念变明确以后 它就会形成国与国之间的这种博弈 那么国与博弈 比如说一战的时候是一个欧洲的博弈 德国的崛起 那么导致了欧洲的一个动荡 然后一战失败以后 因为俄罗斯也参与了 美国也参与了 对吧 导致德国失败以后 那么重新均衡均衡的短暂的从18年到37年的 这么一个三 或者是欧洲战场39年的 这么18年是20年左右 20年的和平 使德国的工业再次崛起的时候 平衡再次被打破 那么到了后来你看二战四五年一结束 然后当然二战还有一个缓冲期 缓冲期就是到49年 把中国的大陆的统一 包括印度55年的独立等等 后来逐步都独立了 然后但是独立的形态不一样 但毕竟陈埃洛丁 形成一个新的军阁 美 日 日本当然不重要 美 俄 中国 包括欧洲 这其他板块基本上均衡起来了 那么这个均衡到90年代的时候突然崩塌 但是中国的崛起 很好的把这个均衡即将崩塌的均衡又支撑起来了 就替代了 对 这样就是说一个较弱的俄罗斯和一个较强的中国和一个超强的美国 又形成一个均衡 以前是极强的俄罗斯 而苏联极强的美国和一个较弱的中国也是均衡的 但是别忘了随着中国的崛起 它所打破的均衡是一系列的 尽管我们不断强调我们的和平外交 但是所有的国家都认为中国崛起对它是一种威胁 但实际上这个威胁尽管它不存在 但是你认为不存在 它认为存在 所以它会撬动整个世界的杠杆 包括对经济的影响 因为全球的制造业全在中国 包括金融业 中国的每一个风水当中都会引起蝴蝶效应 那么很可能行为美元的变化 美国经济的变化 欧洲经济变化 那么导致难民潮等等 这一系列的东西 我跟你讲都和大国军相关 这样的话 就是世界进入一个新的动荡期 那么动荡就会让平衡颤抖 一个大厦的砖块的缝 以前是钢筋和水泥焊着的 这个焊缝没了 所以打破均衡的能量只需要一点点就打破了 如果这个焊缝是结实的 你比如像朝鲜战争 这么大的一场战争 越南战争这么大战争 依然没有打破均衡 那个汉凤太强了 还有就是说 人类刚刚结束一场战争 对于和平的渴望 形成一个巨大能量 导致你战争不能扩大 那么今天是什么呢 大量国家的固有资源被流失 他想夺回固有资源的这种期望子 因为没有资源 国家就会贫困 国家就会崩盘 所有的国家都为自己的生存 在绞尽脑子的时候 中国的崛起 对他们来讲是一个 你说不是威胁 它会成为威胁 所以这就是我认为中国崛起 一定是会形成一个对平衡的一种重新的考量 这就是现在你所说的这种能量 对积起来为什么到18年 有人会出这种判断 对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有解吗 这个 我的有解就是这样 你要强大了 你就要提出新的价值观 中国要用新的价值观和和平能量 不断的固化钢筋水泥 我们现在一带一路做的就是这个工作 所以一带一路这样的战略 很多人不理解 它因为它仅仅是一个经济战略 它实际上就是一个汉蜂 让亚洲传统是一个动荡区 变得稳定以后 那么亚洲的稳定将会带动欧洲的这种震荡的能量降低 因为欧洲现在震荡 美国紧接着也在震荡 那么亚洲的稳定带动整个全球经济 所以把汉蜂弄结实了 让18年所谓打破均衡的日期往后退 但是你记住 人类它一定是一个自然形态 自然形态它一定是会崩塌重构 所以千万不要抱有均衡永远不会被打破的梦想 因为比如说像中美对抗 中日关系 它实际上都削弱中国在填的汉粪 有可能咱们在努力的填汉粪 但是他一对抗 可能汉粪又崩塌了 是 所以说我们在力量构建的同时 我们的经济构建的同时 还要构建价值观 要给全球一个新的价值观 就像我们当年毛泽东时代提出了所谓的五项原则 包括三个世界理论 包括国家要独立 民主要解放 人民要革命 这个价值观和西方对于殖民利益的固化 包括我要继续维护殖民利益 这显然是反人类的 对不对 我们一个区域的人民应该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决定我们的发展 所以上世纪六七十年代 非洲包括拉丁美洲的革命运动重新洗牌 形成了现在的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一种国家形态 这种国家形态使得非洲应该说处于很长时间的一个和平阶段 现在你看没有 整个美国把非洲和中东的平衡打破以后 它所产生的蝴蝶效应 我跟你讲对中国也是有影响的 所以我们中国一定要提出一种价值观来讲 和平怎么样去实现 你不要用这种所谓的反恐这种价值观 以高举反恐的口号来破坏和平 我觉得这是伪命 但是您觉得现在中国准备好这种输出的新的价值观了 我觉得战略哲学就是一个价值观 我并不想去做一个思想者去站在那个道路 但是我想如果我们的价值彰显少一点情感宣泄 多一点哲学理念 我们提出的口号就会站在更高的高路上 因为我们现在比如说我们一带一路是发展经济 是为相关国家带来这种福祉等等这样的东西 你依然没有剥离主体 你的主体还是为中国 人家就为了你再给我们力童 你可能要好处 你要好处我就要反对你得到好处 所以他跟你对着干 所以你像我当年 我们提出国家要革命 民主要解放 人民要独立的 包括五项原则 它都是剥离主体的 所以说在价值观的宣泄的过程中 剥离主体是非常关键的 你把主体就价值观层面的主体强化 是导致价值观无法营销 会有人轻松的就把你价值观给点破了 说你的一带一路是为了你中国人发财 行了 这一句话行了 原来他要发财 所以说我要用一种中国版的土式价值 要用一种主体剥离的一种东西 那么这种东西就是和平 我认为和平 这个东西要高于任何的东西 那么所有的想要破坏和平 比如说利用所谓的南海这种话题 搞什么法庭什么的 仲裁庭等等 你不就想制造冲突吗 中非之间可以通过和平谈判来解决历史矛盾 那么而且这个历史矛盾是随倒子的 还不是帝国在亚洲统治时期所埋下的定制炸弹吗 现在我们要把定制炸弹一个挖出来 你还要来搞破坏 还要来谴责我中国 但是因为我们在南海问题上是一个主体剥离不了的一个情况 所以你的价值观学习就会遇到障碍 咱们通过什么手段来输出这种价值观 用什么形式 你不要试图完全去独创 因为所有的东西普世价值它都存在 只是一个时期去强化什么东西 你比如说人类和平是只要有人类就有了 那么现在提出一个所谓的民主和自由 包括专制这两年又提出一个反恐 这些东西都是传统的普世价值里面所没有的 被有些少数国家拿出来作为一个舆论工具 看似足体剥离实际上是为主体服务的 就是为美国利益服务的 那么现在我们就是要把这种谎言给它揭穿 什么反恐战争 你反的什么恐 你导致整个中东混乱 然后这些人到欧洲去搞恐怖主义了 你反恐了吗 你反成了吗 你的死亡率是降低的提高了 欧洲人民的幸福指数是降低的提高了 所以说你要用一个更高的概念去覆盖这种所谓的反恐 因为反恐是一个短时间的 是一个局部的 是一个主体 看似足体玻璃 实际上是主体强化的这么一个东西 而和平是一个普世的 亚洲要和平 对不对 我们中国和印度之间要和平 中国和日本和韩国要和平 我们和菲律宾要和平 那么你美国别过来捣乱 对不对 还要继续批判美国这种虚伪 有伪装的这种价值 主体要剥离 对 做事以后主体要剥离 对 那么得给我们时间消化消化 学老以后再多来给我们讲讲战略哲学 主体要剥离 古字里的中国清华分九 这期就是这样 谢谢学老和东旭